Hello 大家好 我們最近大集牌的季節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意來到 皇庭廣場的合馬先生 看看大集牌的價錢 到底大集牌是否漂亮 還有多不多人買呢 就等我們上去看看 Let's go 見到合馬先生四個字牌直接下去 就會去到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合馬先生 中秋節結束了 剛剛開始 9月22日 楊澄湖的大集牌就開報了 所以現在就是吃大集牌的季節 我們就一起看看 合馬先生最近有沒有什麼新貨值得買 大集牌價錢是多少 有沒有香港人過來掃貨呢 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 下了扶頭電梯下來之後就會來到合馬先生 一來到見到門口 同樣有很多香港人 我們今天的主角來了 就是大集牌 吃蟹計 其實來到8月份 9月份和10月份 都是時候要吃大集牌了 我們差不多10月了 10月推薦的食物是什麼呢 就是清蒸大集牌工 現在9月我們就可以清蒸大集牌 我們看看大集牌的價錢 那這個最大隻呢 就是50元一隻 尺寸就是這麼大隻 50元一隻 看到旁邊小一點的大集牌呢 就是99元三隻 你會看到有一大堆的 那就是 我們自己選 剛剛心水之後 我們就拿個袋裝著 去埋單就可以了 99元有三隻 鏡頭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看到這裡的大集牌都是很多的 打滿了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選 到旁邊呢 最小的大集牌就是69元 有四隻 看到職員現在包著 其實它的尺寸就是 小小隻 小隻 小隻一些 而且會比較輕身 看到整個攤位上面 它有很多大集牌 剛剛我看到有人選了一輪 然後它又會再提供這些大集牌出來 再給大家選 哦 是這些大集牌 應該是你買完 選好了之後 就拿過來給它蒸 蒸完之後 就可以在熟食區的地方 然後就來到山蠔區了 山蠔就是自己選的 一隻 兩隻自己選 六元一隻 選完山蠔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裡很多人在排隊 這些就是蒸蠔了 可以選完山蠔之後 放進去高壓鍋那裡 它就會立刻蒸熟 蒸熟就可以吃了 然後有個地方就可以坐在這裡吃東西 我們買完東西就可以坐在這裡 慢慢享受了 那些聖子呢 就34個狗 你看到它有個碟裝好 那你選對了 你就買 然後到旁邊就會看到 免費加工服務 它幫你加工完 煮完之後 你坐下就可以馬上吃了 但是大狗只蝦 61個 61元 一吵就 哇 神經病 蝦跳到那裡 放在我肥氣很大隻 這個就是61元 如果是鮮戈鮑魚 一隻就是14.8 一隻這些鮑魚 旁邊就有橡白房 看到那些橡白房都很大隻 有大大隻青蟹 這個青蟹呢 就79.9一隻 還有一些水魚 水魚呢 都很山脈 又來又去 又來又去 那一隻水魚就112元 有個魚缸 看到它有擺著老虎斑 那就是87元一條 每條呢 就500到600克 那我們自己選 對深水之後呢 就可以買的了 那旁邊的波士等龍蝦呢 都很划算 就是每隻波士等龍蝦 只113元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波士等龍蝦 是不錯的 都是幾大隻 那它每一隻的重量大概就是有400到500克 到旁邊就是鮮活的大王蟹 那每隻大王蟹的重量大概就是2KG 或者2.5KG左右 價格呢 就是1500元左右 1495 看到這隻大王蟹都是很大隻 看 比我們還大 有3點下 藍花蟹和花蟹等等等等 那我們可以自己過來選 那我們就來到控培區 看看控培區有沒有什麼是適合 或者適合的 這個麻糬波波 麻糬波波 麻糬波波 就是22.8元 一盒 一大盒 裏面就有一二三四個 裏面就有16粒 大大粒的 全部都是 再在前面走看看 去到旁邊就會見到 水牛鮮雞蛋蛋糕 17.5元有9粒 然後有一些 然後有一些 漢堡包 有四個漢堡包 這個12.9一盒 然後去到旁邊有牛角包 牛角包 也是這四個大大的牛角包 然後再看一下 黃油小可種 這個 黃油小可種 18.5元 即是19元 一盒 都幾多 裏面大概有 大概有10個牛角包 小小的 我們去旁邊看看蛋糕類 來到蛋糕類 那如果就是 烘焙蛋撻的話 就是9.9元 一盒 一盒就有4個蛋撻 去到旁邊這些蛋捲 就是16.9元一盒 一盒就是180克 給我們看看 老婆餅 老婆餅 8元 咦8元 這個 2 3 4 5 6 8元有6個老婆餅 大概是一個多元一個 然後在旁邊 米里蒜香小法棍 不知道有沒有味道 這個有沒有人試過 可以留言說 這個就是17元 小小小的蛋糕仔 就適合了 這些 這個小色的時候 拿回去吃都幾好 這個就13元一包 放進盒裏面做小色的 那些食物都幾好 再去旁邊看看 綠豆冰糕 豆冰糕 好像 好像 都可以 這個就是14元 就有12粒 看到旁邊 就會見到有 第二個味道 這個就不是綠豆冰糕 這個就是 軟皮糊泥馬薯 小福餅 又是14元 還有大福 這些是日本才可以吃的 這裡都有 接著見到 有些 海鹽芝士 軟馬薯 這個就是18元 就在這邊看看 咦 很棒 我最喜歡的 這個蛋糕 這個每次我來核馬 都一定要買的 我上次買了39元 但是這次 又加價 加到43.9元 又貴了 這個好吃的 但是它太 又加價 經常都有加價 旁邊就是流心蛋糕 然後就是 瑞士卷 瑞士卷 瑞士卷有8個 8個瑞士卷 如果你是會員價 就是23.7元 有兩種不同的味道 一個是原味 一個就是白鳥紅茶 我之前在 珊瑚有買過 我覺得一般的 不喜歡吃 接著到旁邊 都有一些蛋糕麵包 我們看看這邊 先看看這邊 這個我也可以 又是瑞士卷 看看這個 是多少錢 這個瑞士卷 大合些 38.9元 裡面就有8個瑞士卷 有3種味 一個士多啤梨味 一個朱瑞味 再加一個綠茶味 到旁邊這個 包裝有點不同 咦!有8折 有8折優惠 這個又是 35元 瑞士卷有8件 再向旁邊看看 登登登登 榴蓮 貓三王 千層蛋糕 43.9元 這個都很多香港人 會特意過來買的 我也買過 但我比較喜歡吃 朱古力味 多些 因為吃鹽 吃太多了 吃鹽了 然後有些軟包 然後還有 最近新開了一個 就是 芝士蛋糕 35元 會員價 還有得試吃 現在它就會 筆出來給大家試一下 應該是新的產品 還是最近才看到有 我們看 它會放出來給大家試 試完之後你覺得好吃 你便拿一瓶回去 那我們試試 金枕頭 就是22.9元 按根計 22元左右 還有凍的榴蓮 這個榴蓮 這個榴蓮 39.9元 已經冰凍了 泰國冷凍榴蓮 果肉 39.9元 一瓶 蘇丹王的凍榴蓮 都是39.9元 就有一盒 一盒有300克 這個狗就有一個椰青 拿上手都幾重手 還有一個貼紙癡 然後再加進去 而隔離這個包裝好少許的椰青 就15.9元 但是這個明顯是重手很多 還有大很多 一大碗的椰子凍 這個是芒果椰子凍 一大碗的椰子凍 一大碗就是16.9元 旁邊還有其他味的 包括有這個是奇異果味 還有這個火龍果味 價錢全部都是 這個19.9元 根據它的味道 價錢有幾元雞的差別 還有大樹菠蘿 大樹菠蘿就是29.9元一盒 它已經幫你分開了 旁邊甜心菠蘿也是29.9元一盒 還很貼心的 有枝叉在上面 原來鶴馬先生也有花賣 我們看看現在 花格格是多少 一來到見到7.8元 就有一枝壽球花 就是這樣 一大枝花 如果我們不想要壽球花 想要其他的就可以看看旁邊 這個就是 23.9元一盒有10枝 這個是玫瑰 除了有黃色的玫瑰還有旁邊粉紅色 這個就是 看看 29.9元 大概10枝左右 這花很漂亮 這花都很漂亮 你看看 七彩繽繽 你看看 這個多錢 這個又是10枝 這個要35.9元 到旁邊 它的單口 12.3 隨機10枝 12.310枝 可能又在這裏選擇顏色 接著再雜培 那你到時會有一個店員在這裏 那你就可以問一下店員 問一下價格 那你就可以見到 那些玫瑰看上去都幾漂亮的顏色 七彩繽繽 哇 那些太陽花 看上去都幾漂亮 這些 認真看一下 看得多漂亮 OK 顏色有幾款 一個就是橙色 一個就是黃色 到旁邊這些就是雙絲豆 這個就是22元一盒 那麼多 其實深圳你買花呢 不一定要在合馬先生這些地方買 我們可以去規法市場 我們今天都去了規法市場看花 那裏是兩海 那麼多 才20元 那當然啦 合馬先生這些 旅遊地區價格是會貴一點點的 但是大家都不會特地去規法市場的 就像我那樣 所以其實這裏價格都OK的 安格斯牛肉芝士漢堡 49.2 一盒 之前在山沐 我記得我好像買過類似的產品 那這個一盒呢 就有四個漢堡包的 0.5kg的豬土雞 都是52.7 很重 一隻手是拿得起的 那這個就是豬土雞 可以解凍之後 直接加熱就可以吃的了 不瘋了 39.9 有瘦氣燒 它是煮15分鐘 然後就可以在家吃用的了 20冰披薩 29.9 一塊 如果買到49 還可以減10元 原來還有可以自己焗的榴槤千層 那這個呢 可以自己焗的榴槤千層 就是17.9一盒 就是叫你多買幾瓶 回去喝啤酒用就對了 龜連糕呢 就是15.9 一匹一匹有4個龜連糕 茶葉的烏龍茶都是第一次見的 那這個一枝呢 都是5.9而已 六蚊雞 一枝有茶葉的烏龍茶 今天合馬先生就介紹了很多東西 最重點重點重點就是介紹了它的大集牌 黃庭廣場的一樓 我還看到開了一間新的伊法馬利亞俄羅斯館 其實這間就不是俄貨雜市來的 但是同樣 它兩面都是賣俄羅斯產品 我剛剛進去看過 它的豬肉條 那些豬肉餅乾 全部都是9.9 10元就有交易的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進去看看 黃庭廣場的夜晚 簡直是越夜越精彩 那其實原來黃庭廣外圍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譬如有二把手 吳秋芳 雞煲 翠先生 雲山桂 廢大廚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餐廳